既然距離2024年歲尾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但是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正是在一年前 也就是2023年的11月發表了其年度預測 展望世界2024的 因此我們不妨就在今天來檢驗一下 它的那些預測哪些已經成真 哪些又錯得離譜 先來看展望世界2024里 預測的內容都是些什麼 展望世界是《經濟學人》雜誌的 年度預測性刊物 由《經濟學人》的記者 編輯和各領域的專業人士 共同撰寫 以24種語言向全球發行 連續多年被各大媒體 在年終預測下一年發展趨勢時 引用或者是討論 在2023年11月 展望世界2024如期發表 內容包括了對諸多領域的 專篇預測分析 也包括由超級預測團隊做出的具體概率圖表 還有一篇總述 由主編湯姆斯坦及轉型 總述篇寫道 人生變幻世事無常 無論武裝衝突激增 全球能源版圖重塑 或人工智能快速發展 世界變化速度令人難以置信 從中東局勢 電動車普及到肥胖療程 一切都跟一兩年前截然不同 我們的目標是要幫助讀者 擁有最新的世界觀 並預告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隨後文章列出了 2024年要關注的十個主題 分別是 那我們不妨先來看第一條 全球選舉 正好美國的大選也剛剛結束 2024年是全球的大選年 全球超過70多個國家和地區 舉行大選覆蓋人口超過41億 展望世界2024 在這一內容的專題篇章當中 提到了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個國家中的 八個 即孟加拉國 巴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亞 墨西哥 巴基斯坦 俄羅斯和美國 將在2024年舉行選舉 對這八個國家的選舉 文章進行了具體的分析預測 那我們就先來看 對美國大選的預測 預測文章寫道 在11月 美國選民將選舉他們的下一任總統 以及整個眾議院和三分之一的參議院議員 總統喬·拜登可能會與共和黨領跑者 唐納德·特朗普交鋒 重演2020年的大選 很顯然 關於美國大選 展望世界2024只對了一半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1日 拜登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表了一封信 表示為了民主黨和美國的最佳利益 他決定退出2024年總統大選 24日他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發表電視講話 在美國的歷史上大部分作為在任總統 然後被撤換的這種情況 一般都是他們都是由副總統當上了總統 他們的政治實力並不強 他們只是原來總統的陪衡 所以他們並沒有很強的政治實力 這也是導致他們在尋求連任的時候 有經常被黨內替換的根本原因 在美國歷史上 大概有差不多5到6位總統 都是副總統當上總統 然後總統在尋求總統連任的時候 被撤換掉的 唯一一位被換掉 然後贏得了選舉的 就是皮爾斯總統被換成了布凱南 布凱南贏得了1856年大選 那其他的被換掉以後 從來就沒有贏過 中途換候選人 確實是一個小概率的事件 展望世界無法預測到也情有可原 那同時除了候選人 在預測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專篇裡 展望世界2024在很多細節 做出了非常準確的預判 為了方便大家對比 我們用預測文章中的內容為您解說 您在畫面當中可以看到的是 2024年發生的真實情況 現實與預測有出入的地方 我們會為您標注 通常情況下 現任總統會毫不費力地 被選為粉黨候選人 民主黨方面將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但共和黨方面的情況將顯得奇怪 因為共和黨有一位候選人已經遙遙領先 這一次共和黨初選實際上可能在2月底就結束了 特朗普因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而接受的聯邦審判 將於3月4日開始 即超級星期二的前一天 屆時13個州將進行共和黨初選投票 他們的競選團隊將利用這個時機 將針對特朗普的案件描繪成左翼陰謀 目的是阻止他贏得第二任期 並邀請他的支持者投票支持他 我們在這裡為民主黨 我們在這裡為民主黨選擇的選擇 為選擇的選擇 這不是一個民主黨的問題 這不是美國的問題 但我們的民主黨朋友 也想讓它為民主黨的問題 現在民主黨和民主黨在各地的國家 正在嘗試推翻總統特朗普 針對特朗普的聯邦案件不太可能在11月5日之前開庭審理 因為特朗普的法律策略是拖延然後上訴 因此 美國將首次出現一位被指控犯有聯邦和州罪行的總統候選人 然而 特朗普再次獲勝將是可以預見的糟糕結果 對於特朗普的形勢風格和在大選中獲勝 展望世界2024的預測準確度還是非常高的 那麼除了美國的大選 其他國家的預測與真實結果如何呢 展望世界2024預測在印度尼西亞 中間左翼的印度尼西亞民主鬥爭黨 會贏得立法和總統選舉 事實是 2024年3月20日 大印尼運動黨的普拉伯沃及其競選搭檔吉布蘭獲勝 預測失誤 在印度 儘管反現任情緒上升 但莫迪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會獲勝 事實是 2024年6月4日 印度總理莫迪宣布 執政黨印度人民黨主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獲勝 預測正確 在南非 儘管出現了一系列腐敗醜聞 但反對派分裂而薄弱 意味著執政的非洲人國民大會 幾乎肯定會再次獲勝 事實是 2024年6月2日 南非獨立選舉委員會正式公佈大選計票結果 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得400個議席中的159席位列第一 預測正確 對於英國的選舉 展望世界2024這樣預測 在保守黨執政14年後 工黨很有可能獲勝 但英國以外的人很少會注意到這個變化 事實是 2024年7月5日英國大選結果公佈 工黨以絕對優勢取得勝利 在議會650個席位中取得了412席的多數 成為下屆政府的執政黨 工黨黨魁基爾·斯塔默將成為新任英國首相 預測正確 說完選舉 我們再來看看對於俄屋衝突的預判 展望世界2024的超級預測團隊在概率圖表中展示 俄屋衝突在2024年10月前結束的可能性不足10% 看來早在一年前各界就已經意識到 這場消耗戰勢必是漫長而艱苦的 同時在總述文章中這樣寫道 歐洲必須為烏克蘭提供長期作戰所需要的軍事和經濟支持 這是為了令其最終成為歐盟成員國 同時也是為了防範特朗普 重新掌權和撤回支持的風險 我們知道2024年歐盟向烏克蘭提供了多筆資助 而特朗普對烏克蘭的態度卻是有些複雜 他在競選期間對於俄屋衝突所做的一些承諾 其實屬於美國老百姓關注的一個重大議題 如果我成為總統 我會說這個 我會在一天結束那戰鬥 它會花24小時 我知道斯林斯基很好 我知道布典很好 在俄屋問題上 美國是處在前面的或者是它是支持烏克蘭的前面 俄屋衝突爆發這差不多 差不多還快兩年多了 美國已經前前後後給了 烏克蘭幾百億美元的武器和資金 如果繼續下去 美國人家不得不繼續給予烏克蘭援助 尤其是在這種美國建制派的精英的這種影響之下 所以對於特朗普來說 俄屋衝突的根本對於美國來說 它更多的是一個美國接下來要不要對烏克蘭 這樣一個資源吸收的無底洞 持續地把錢送給烏克蘭 但是對於美國的納稅人來說 長久地給這樣一個無底洞投入資源 投入美國納稅的錢這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對於特朗普來說 他提出的儘快結束俄屋衝突 更多的是說給希望減稅 或者說不想在全世界撒錢的 這些美國選民說給他們去聽的 但真正在解決外交問題的時候 美國的這幫外交精英 他們可能考慮的不只是納稅的錢的問題 還要考慮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的問題 在分析特朗普上任以後的 在俄屋衝突問題上的政策的時候 往往把他在競選中的言論 和他上任以後要做的事綁定在一起 但事實上這兩個應該切割開來看 2023年10月爆發的 新一輪巴以衝突的走勢 必然會出現在展望世界2024中 雖然在做出預測時 距離衝突爆發僅僅過去一個月 但總數文章中已經提到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 以及以色列對加沙的報復 打消了世界繼續忽視 巴勒斯坦人困境的想法 在中東專題的預測文章中 對於具體的內容 也做出了相應的預測 這次襲擊是雙方產生新的領導人 戰爭結束後 以色列軍方和情報部負責人將辭職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將被迫下臺 與此同時 哈馬斯領導人很可能被以色列軍隊殺害 而他們在約旦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 對應人物最終可能下臺 新領導人也帶來了變革 這些預測目前已經部分成為現實 以色列方面 軍事情報局長阿哈龍哈利瓦 4月22日辭職 9月12日 情報部隊8200部隊的指揮官 約希·沙利耶辭職 哈馬斯方面 2024年7月31日凌晨 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 伊斯梅爾·哈尼亞 以及一名保鏢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 遭襲死亡 兩個多月後 10月16日 其繼任者 伊哈亞·辛瓦爾 在一次軍事衝突中 被以色列國防軍打死 對於以色列來講 使用暗殺這樣的手段 來定點清除 以色列方面認為 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 應該負責任的 敵對的 非國家武裝行為體的領導人 實際上對於以色列來講 算是一個傳統 所以襲擊或者說 要動用所有手段 對哈馬斯的重要人員 來進行這個定點清除 這件事情 基本上不用預測 這是以色列方面 一定會採取的策略 因為我們說從軍事上 消滅哈馬斯這件事情 不見得很容易解決 但是從這個證據 或者說是象徵的角度來講 以色列方面 對這個哈馬斯領導人 來進行這種攻擊 這個方式其實可以比較好的 向各方 包括以色列國內 去證明以色列方面 在軍事上對哈馬斯 帶來的巨大的傷害 本輪的巴以危機平息之後 那麼到底相關的一些 重要的政治人物 會不會下台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來講為時尚早 首先我們說內塔尼亞胡 在以色列國內 一直以來面臨著複雜的局勢 這裡面很大程度上是 以色列國內的 反內塔尼亞胡的派別 不斷地試圖對他進行彈劾 對於內塔尼亞胡來講 2023年10月17號的相關的襲擊 實際上也是一個 對他個人 對他整個政府的一個 核心度的打 但是以色列國內 想要找出一個人 來替代這個內塔尼亞胡 並不那麼容易 所以內塔尼亞胡的未來很難說 而巴勒斯坦民族全力機構 這方面其實我覺得 確實有可能會出現人員更新 原因很簡單 就是巴以危機所帶來的 巴勒斯坦民眾的整個的思維 包括這個意識形態的變化 那麼到底是會導致 我們說這些相對持重一派的老派 那麼繼續掌權 還是說會讓比較激進的年輕一代 如果沒有在跟以色列衝突中陣亡的話 那麼尚未現在都很難說 但是肯定會有相關變化 說完了這些政治方面 我們再來看看經濟方面的預測 這裡我們主要要看一下 超級預測團隊的幾組數據 他們預測2024年全球GDP增長速度 在1.5%到3%的可能性最大 絕對沒有可能超過4.5% 中國的GDP增長速度 在3%到4.5%區間 和4.5%到6%的區間可能性分別是 38%和54%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截止到11月已經公佈的數據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10月19日 公佈的數據顯示 2024年前三季度 中國GDP同比增長4.8% 10月22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AP 發佈了最新一期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IMAP在報告中稱 在通脹下降過程當中 全球經濟呈現出非凡的韌性 預計2024年全球經濟增速 為3.2% 雖然目前還沒有全年的統計 但看來在這兩組數據的預測上面 展望世界2024還是基本準確的 那麼接下來再來看看科技領域 展望世界2024有專門的篇幅 討論了減肥藥 其中有這樣幾句話 2024年 諾赫諾德和李萊兩家公司 將爭奪2030年可能達到 770億美元的市場主導地位 他們的藥物 斯美格魯泰 和鐵爾伯泰將成為重磅炸彈 這些藥物被證明是如此受歡迎 以至於需求持續釋放 雖然缺貨情況會有緩解 但2024年仍會供應短缺 斯美格魯泰估計有體重困擾的人 今年都收到過這個名字 我們還專門製作過一期相關內容的節目 2024年這兩款藥物都獲得了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准在中國上市 從兩家公司11月初公布的第三季度財務報告可以看到 前三季度 鐵爾伯泰合計銷售額為110.28億美元 斯美格魯泰合計收入1412億丹麥克朗 約合203億美元 這收入是相當的可觀 伴隨著斯美格魯泰的持續熱銷和供應短缺 我們也看到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比如醫生們要常常出來普及藥物的正確使用和注意事項 甚至還出現令世衛組織發出警告的偽造藥物問題 展望世界2024航空航天領域的預測專題文章名字叫做仰望 文章首先提到了美國的阿爾特密斯2號 在2023年11月按美國宇航局公布的信息 2024年11月阿爾特密斯2號將進行發射 四名宇航員將進行繞越飛行7400公里 測試太空發射系統火箭和獵戶座飛船為將來的任務做準備 預測文章寫道 阿爾特密斯2號最早可以在11月發射 很可能會推遲到2025年 它肯定會在5月被中國的探月工程嫦娥號擊敗 就像2020年的嫦娥5號一樣 如同預測文章預測的一樣 僅兩個月後2024年1月9日 美國宇航局宣布了 對阿爾特密斯載人登月計劃的最新進度調整 包括推遲阿爾特密斯2號載人繞越飛行制 2025年9月 2011年當時阿爾特密斯計劃進行了初步審查 認為呢這個發射日期大概會在2019年到2021年之間 然後呢就被推遲到2023年 這個我們說主要也是因為一系列的技術故障 這裡面呢我們說包括像這個2022年12月 阿爾特密斯1號在重外大基層的時候呢 這個列弗索太空艙的隔熱罩的材料出現了嚴重的侵蝕問題 然後這個另外呢就是像它的太空艙的衛生系統 出現了這個組件的大量的損壞 那麼另外呢就是阿爾特密斯3號的任務的 這個任務的航天器 它的一部分已經這個到位的硬件 經過檢查發現比如說一些關鍵的驅動艙門上 出現了電路的故障 那麼這個我們說關鍵的硬件裡面 包括這個二氧化碳的吸收 就是說白了也是維生系統 維持氧氣含量的關鍵的部件出現問題 所以呢這個NASA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呢 就被迫把列弗座 阿爾特密斯2號的電子設備也換掉 2024年10月份這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監察 長辦公室經過重新的測算 它實際上是倒推 那麼認為這個探索地面系統團隊已經把解決 可預見和不可預見問題的預留時間全部耗盡了 也就是說這個原定可能在2025年9月份發射的這個計劃還要再推 所以到現在為止 阿爾特密斯號到底什麼時候能發射 我覺得NASA也不見得能夠確定 而中國的長鵝6號探測器於5月3日在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 並進入低月轉移軌道 6月25日返回器準確著陸於預定區域 探月工程長鵝6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實現世界首次月球背面採樣返回 仰望這篇預測文章還列出了一些私營公司的火箭發射計劃 但最後一句是這樣總結的 這些火箭雖然令人印象深刻 可最終都會被SpaceX的可重複使用的星件所超越 2024年將會看到這個巨人的更多實驗 那上個月如果評出全世界最精彩的瞬間 恐怕非SpaceX的筷子夾火箭莫屬了 這次試飛的成功是星件成為完全可重複使用火箭系統目標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有人調侃說 馬斯克畫的餅吹的牛成真了 我個人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對於美國航空航天領域的這種發展和政策上的支持 政府上的支持 絕對會是一個很大的提振作用 美國國家航天局NASA 它的預算機費其實在奧巴馬還是小布什 還是這差不多這十幾年 一直是處於一個衰減的狀態 但特朗普上台之後 美國的NASA它應該是歷史上很久的這種 很久不見出現了這樣一種資金的這種上漲 特朗普上台之後 每年應該是多給了NASA差不多20億美元左右 這對於NASA它自己發展航空航天 這是一個極大的刺激作用 這是第一個 我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還會繼續支持NASA 在預算方面的擴大 第二個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本人還是想成為美國歷史上的 被美國歷史記住的一位總統 可能他想成為在他的任內 美國可以成功實現登月計劃 可以再次重返月球 再次登陸月球 然後宇航員跟他在像尼克松一樣 宇航員在月球上跟他進行通話 第三個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後 特朗普在2019年 也就是第一任期 他成立了美國的太空部隊 太空司令部就是他建立的 但是如果美國的太空司令部 如果要發展 NASA和馬斯克的這種SpaceX 他現在搞的星艦 星鏈和星盾 和未來的星盾設想 這些其實都具有軍民兩用的性質 他如果把大量的載核放到太空中 也可以協助美國的太空軍 進行太空武器的這種部署 和太空武器作戰 未來他這種空機平台 空機體系 都需要大載核這樣的大運力 這樣的火箭 馬斯克現在做的事 很有可能為美國未來的這個 太空部隊在空機武器的部署 和空機武器的研發方面 包括提供基本性的這種平台性的 這樣一種援助 所以特朗普這次勝選 包括他和馬斯克的這種親密的關係 包括馬斯克的SpaceX 未來有可能和特朗普指導下的 美國太空軍隊和NASA 進行更深度的這種研發 以及太空探索的合作 很有可能會為美國的太空探索 注入這種新的創新性 或者說民用市場方面的 會有這種更大的助力 所以我個人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 美國的NASA和太空探索計劃 很明顯會加速 而且特朗普本人對於登月 以及美國的這種佔領太空 這樣一個空間 未來的這樣一個空間的 這種意圖會非常非常強烈 您可能會好奇 展望世界2024預測科技發展 為什麼不提人工智能呢 其實它不是媒體 而是在多個領域都提到了 比如經濟 科技 文化的專題篇當中 都提到了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後 會帶來的改變 以及人工智能發展本身會遇到的問題 在總數篇裡 主編寫道 人工智能正在變得真實 企業正在採用AI 監管機構正在監管AI 技術專家正在改進AI 關於最佳監管方式的討論將加劇 而圍繞生存風險的爭論也不斷地升級 意想不到的使用和濫用將不斷出現 人們對AI影響就業和干預選舉的擔憂 與日俱增 AI干擾選舉的現象 在2024年1月已經出現了 新聞建築組當時還做了一期節目 進行事件的梳理 這段拜登鼓勵民主黨人不要投票的音頻 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2024年2月16日 OpenAI的SORA模型橫空出世 展示出的這段文生視頻更是令人震驚 隨後這一年來我們看到 無論中國國內三隻羊錄音門事件 還是韓國出現的 偽造女性色情露骨圖像的犯罪案件 還有10月末 日本25歲男子利用人工智能 製造計算機病毒被定罪的事件 都是人工智能被濫用的現象 相應的監管層面 8月1日 歐盟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 這是全球首部全面監管人工智能的法規 9月14日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 標識辦法徵求意見稿 進一步細化了 AI合成內容的標識辦法 事物的發展有其規律 也常會超出人們的想像 今天我們藉由見證 展望世界2024的部分預測 回顧了發生在這一年內的大事件 不知道這一番見證下來 您是否會有這樣一個感受 科學的展望 是為了更好的面對未來 新聞見證組感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dermed 宣言 Broe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